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跑男真是一期比一期好看 收视率也是节节攀升 上一期收视率破三 最新一期直接破四 连续两期稳坐收视第一的宝座 跑男时第四期节目上线 既是武侠特辑也是烧脑特辑 最后一波的狼人杀 也是看得不少观众云里雾里的 始终没有搞清楚游戏规则 周深为了败师解锁了全新技能 另类变脸以人大笑 开局就这么搞笑 周深在节目中真是放飞自我 越来越可爱 周深在这期节目中是有任务的 他独自来到密室 拿走了九鹰白骨爪 真是看点十足 前半部分的游戏都在铺垫 听天由命 全凭运气的感觉 尤其是水球的那个环节 周深应该能能感觉到风 站起来的 有晃晃的这球完全听不见 他不会是我打把他的球打过去了吧 是是你是你 真是欢声笑语不断 第二个游戏环节是泼水 周深的表情再次让人很捧腹大笑了 周深参加这个节目 感觉重新找到了在幼儿园的快乐 满脸的惊讶 手舞足蹈 很是欢乐 第二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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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是火月 日曜の夜 君へのメール 返事はまだ来ない やっぱ寝たのかな 啊 もう こんな時間だし 心想心に 心とメモリー 昨日の夜に 怖い夢を見たの でもね なんか今日は 違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る 明日は君に会えるから 届いて 届いて いつも他人間が セーブ ラララ はぁ 瞬く星空 マリマリ眠くなる 瞼が落ちると 五十字 コク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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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ララ だって 赤いままな気持ち ねえ会いたいだろ 今日こそ お願いだろさ どうか 夢を見せて 柔らかめ枕とか ふかふかの布団とか なんだか心地よくて 聞いたいことも 聞きたいことも 聞きたいことも どこを演習 夢でなら楽楽 ちょっと なんでかなぁ 目をすらしちゃう 無意識にほら 視線が追うの 出会いはきっと ささいなことでした でもね 今は君を 誰より意識してる このままじゃダメだなんてね 第二個游戏 真的是很搞笑 大家進行淘汰賽 水袋撞到誰 破了誰就被淘汰 周山也是無法幸眠 第二被淘汰了 後半部分 重頭戲來了 分分钟 開始上演誰是卧底 更覺得是 卧底身份通過成員們 發動技能 可以更換 重重迷雾 誰能一眼看清真相所在 不說迷離中 讓遊戲更加精彩 大boss 九英白骨爪的持有人 最初是周深 他也是战战兢兢 害怕自己暴露 發言一直是小心謹慎 生怕引起他人懷疑 在乱跳雙剑合臂時的表現 還是可圈可點的 沉着冷靜 最終瞞天過海 在投票環節獲得零票 在得到壞人陣營勝利的消息時 周深再也忍不住主動承認了 自己九英白骨爪的身份 在驗證時 竟然發現是吸睛大法 神來反轉了 當了一整期boss的周深 無法接受 最後竟然成為了好人陣營的人 玩過了遊戲 大家開始推理 誰拿到了九英白骨爪 那麼如今的大boss是誰呢 而白鹿則是最後的boss 將大家蒙在鼓裏 大鬼是神差般的 和周深互換了身份 之後的發言 順著名好人蔡徐坤說 成功躲過了他人的懷疑 壞人陣營的此次勝利 還有賴兩位好人的相助 那就是周深和baby 他們直到最後才意識到 自己的身份已然改變了 作為本季新加入的常駐MC 白鹿和周深 此次精彩演繹了 愛情自有天意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沒想到你竟然還是個大boss 看到最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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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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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最起碼 最起碼 超過沙街了 我們最起碼要沙街了 我們最起碼要沙街了 對最起碼要超過沙街 看到最後 不得不說太少腦了 最近幾集慢慢的好看起來 其中周深和白鹿 放得下身段 有笑點 蔡徐坤也開始丟掉 五項包袱了 期待下一集 快來包袱車吧 這樣太全力 不好意思 車上這一段 我一直被周深的美貌吸引 不能只讓我一個人被吸引 你們也看看 或許是包容 或許是 captured 柔和 靜黏 柔和 柔和 我在 試裡面 儷 來 對 辻 乙 穩 擔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